你跟我分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然后这段时间我想过很多 之前的话的确是我做的不对 我认为我可以离开你 我可以做到更好 但是离开你这段日子之后 反正我真的很难 所以 我想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能够新加一切 听完姑娘说话 我有种心碎的感觉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 像分手一个月之后 女孩还希望男孩能给她一次机会呢 听起来像是一场虐恋 来 认识一下两位 有请两位嘉宾 男嘉宾小杨24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22岁 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有请 欢迎你们 这女孩的嘴绝的 受了多大委屈啊 我之前的确做过 有一些她隐瞒她的事 所以说 算是有一些对不起她吧 她毕竟之前对我挺好的 然后 我们因为这个误会分了 分手一个月了 对 分手一个多月了 真分了 反正她一直跟我联系 但是我 没有接受 算是分手了 对 分手怎么又来了呢 她这样的坚持 我还是有点犹豫 就是说 想把这个事 就是给大家 三老师说一下 然后想听大家的意见 其实心里也有点舍不得是吗 对对对 因为 之前我俩就是 本来就是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的 一开始我们俩感情 本来是特别好的 我是觉得 这个女孩就很乖 就挺懂事的 所以一开始 谈得很顺利 你们是交往多长时间之后 决定分手的 交往的接近一年多 因为前几个月的话 我们感情特别好 中间出了一些小岔子 导致我们误会特别深 觉得这不算什么小岔 遇到了什么事 就这样 一开始我们就是 本来是谈得很顺利 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就是慢慢地发现 就是有 经常有一个电话号 给她打电话 发打信什么的 而且她都没有备注 而且呢 手机也不让我看 因为这个电话 就经常给她打 而且我能听得来 是一个男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我俩一块 吃火锅的时候 那时候 你又是接那个电话 还专门跑门外打下 外边还下着个雨 你说你至于吗 可是我不想让你误会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男的 对于山东人来说 就是说男的比较那个 比较霸气那种 肯定这样的话会接受不了 因为一直在联系我 我特想知道啊 这电话总响 总是一个男的 你还得避着她接 你怎么解释啊 我接个电话啊 还要离开她 到外面去接 当时怎么解释呢 我当时是没有解释 直接就上外面打下 所以我后来我半开玩笑 我问她一句 我说要怎么了 这是有男生追你吗 因为我觉得女孩有男生追 也很正常嘛 我就深水太粥了 然后就说是的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什么 不过我说那个 我可以自己去解决 嗯 大约也就一两周的时间吧 嗯 从你发现有这个陌生奇怪的电话 到她跟你说出 是有个男孩追她 自己解决 中间有多长时间 反正我从我开始发现 到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两个月吧 那她还真挺能忍的 当时我发现完 可能也因为就是 她经常是 跟我在一块的事情嘛 虽然说她确实经常 默认电话 但是也没见到她 自己偷偷跑出去吧 这个倒是没见到 所以可能我发现 确实挺晚 嗯 就让她自己解决了 对对 我当时就给她说 就是那你事情 你解决好是吧 咱省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你当时也那么答应我 一两星期就解决好 结果一两个月了 我看一点效果都没有 但你忍了 是吧 最后还是没忍下去 什么事让你忍不下去了 就是那天我俩在一起 然后她又接到男人的电话 然后我不愿意听嘛 毕竟还是挺烦的 嗯 男人都有点占有欲嘛 然后我就直接把电话 躲过来了 我就直接给那电话 那头男人就说 说我和她男朋友 其实你以后你不要再 纠缠她 骚扰她行不行 当时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原话比这个 稍微就难听一点 带了点脏字 然后那边听之后 也骂咧咧的 我也没注意听 我直接把她扣断了 这吵完是不是就能恢复 一段瓶颈了 暴风雨前的瓶颈 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对对对 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那几天也是跟平常人一样 我下边去接她回家 然后她从学校出来 我去接她 就突然就上来 四个陌生的男人了 然后其中两个男人 就是拉住她 她想过来 就是好像就想护着我 这我能看上来 她心里很着急 然后另两个男人 上来就跟我打 我当时也没别人 我只能跟她俩去打 打得全身也挺疼的 然后带头那个男的 就直接跟我说 我才是她的男朋友 我只是因为 就这段身影 不在这儿了 所以说才让你有迹可乘 而且你还在电话里 骂我 你有两个男朋友 就是我上一人的男朋友 他分手了之后 然后就去了外地 然后又找了一个姑娘 然后那姑娘特别漂亮 就再不搭理我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那姑娘甩了她了 然后她就看我 跟别人在一块 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而且我跟前一任分手的时候 那是因为她比较花心 而且总是爱喝酒 出去吃吃喝喝的 回来的时候 她就老是找我 然后就是那种有点暴力 倾向 然后我们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但是她后来跟我说 还是你好 我们在一块吧 我不同意 但是她知道我 我跟她在一块之后 她就特别不舒服 特别想拆散我们两个 你就被打了 肢觉得身体要先多疼 吗 mamaa